为大家上个电视 今天在深圳马上准备赶飞机回重庆 所以现在这个视频就录得比较匆忙一点 这位先生之前我记得就帮他做过一副丝乐的眼镜 他说再配了一副变色片 需要我帮他上个电视 就这个意思吧 你们也知道的 我是卖视频的 不是卖眼镜的 我们首先来看到这位先生他的一个度数 275度的进序 325度的进序 他的同距的话是67 这一次选择的是一副IC Berlin 加一副蔡司的变灰色的镜片 当时他其实给我们提的要求是想要跑步 骑车 锻炼 健身都需要戴 我们就帮他推荐了这一副IC Berlin的镜框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我上手这副眼镜 他的一个样子 这副眼镜他和之前我拍的IC Berlin 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他在外面做了一个多的金属的内圈 看着像内圈的样子 实际上是做的一个金属贴合 前后都有 这样子的话层次感会更好一点 比如说The Long Off那一支眼镜 他就卖的比较多 像这种的话 目前慢慢的也在做一些多样化的设计 包括这个鼻托也是一个亚洲鼻托 更厚一点 这副眼镜的实际的上脸效果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他就和我们以前接触到的IC Berlin 看上去要质感更好一点 因为他做了一个贴合比较特别 因为我在窗边嘛 镜片已经有一点点的变色了 我用那个紫外线灯照射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他变色的样子 现在他的颜色就变了 还是很帅的 由于在这个位置呢 刚才我用那个紫外线灯照射的时候 可能有点缺哈 看上去有点颜色上面的缺失 整体的效果 我相信大家已经感受到了 他像一副什么样的眼镜 小小的样子 因为他这个框的颜色 加上这个内圈 让他这副眼镜看上去 就是能够起的那种感觉 我在前面提到这一位先生 他想要运动跑步骑车 把玉毛球 借他这个机会呢 我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品牌 就是我们运动的第一品牌 奥克利 他的眼镜如何去做这种变色 首先让大家看到 这就是一副标准的运动眼镜的品牌 大家应该也很熟悉 奥克利 他们官方说600度 但是我建议在500度以下 选择这样的运动镜 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可以做炫彩的眼镜 他们官方的话 可以帮我们做镜片的优化 特别是在边缘脚上面 就会更薄一点 而且做这个眼镜呢 我们会用到的镜片的材质 是NXT这种材质 它就比较防冲状 如果我们戴上这副眼镜 打个比方在骑形 然后 撞到树上 如果您的镜片 容易碎裂就容易扎到你嘛 所以 NXT防冲状性 非常好 它是伊斯路旗下的一种 运动型眼镜的材料 这种的话 它就会非常非常牢固 夹得非常的紧 如果我们想要做运动的眼镜 奥克利是另外一个选择 唯一的缺点就是 因为整个镜片 它的肌弯非常大 它非常弯 那么在这个位置 因为边缘嘛 它的那个变形程度比较大 你如果用余光去扫 边缘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舒服 就是它通过它自己的去优化 其实也是有一定的 人性量的就是疑心了 可能会让你感觉不适 如果您往前看 在这个视野区 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这一副眼镜呢 就是没有颜色的 我再给大家展示两副 其他的款星 大家可以看到 还有这个型号 看上去就要更凶一点 这个可以买 现在它的代言人 慕总监 同时呢 慕总监也有款年名款 这里我给大家折个图 我现在店里面 这一款的卖装货 还没有新到过 最后给大家展示一副 OK 同时它能做一些什么变色片 我也给大家破一个长图 在这里 大家参考一下 包括我们以前做过的图片 给大家参考一下 总之 你们在我们店里面 买其他眼镜的同时 别忘了可以戴着一副 属于您的运动的奥克力眼镜 真是龙叔嘉义 买高顿眼镜 早上品牌齐全 见火多 拜拜